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天晚上快十二点了 我出去外面生炉子 就使劲一提那个水壶 羊水突然就破了 我全身觉得好冷 手也在发抖 也不敢动 李水平和她的丈夫毛果龙 都患有重度残疾 一个因为小儿麻痹 双腿不能正常行走 一个因为幼年遭到电击 失去双臂 如今李水平离生产 还有两个月 却出现了突发状况 心里担心的是 孩子会不会有生命危险 他们紧急求助120 在去医院的路上 不断向上帝祷告 李水平怀孕超过七个月 才到正规医院检查 由于时间和身体的特殊性 至今还会在医院建党 医生给我检查了 看我的后背 脊椎侧弯 还有腿伸不齿 确定不能给我做抛肤产 所以拒绝收我 那时候教会的弟兄姊妹 就跟我说 上帝既然让你怀孕 就能让你生 要有信心 不要怀疑自己 对于生产 李水平设想过很多种可能 但唯独没有想到会是这样 我说人不能做 谁你能做 除了你以外 我还依靠谁呢 我到了现在 我没有能力 我又不能 抱我的妻子 什么忙帮不上 而只能靠嘴 恳求主你 来感动医生 接纳我们 让我们真正的 能在这个医院站下 他们找到了同意接收的医院 但是却不能立刻实施手术 孩子的出生 仍需要等待 当时医生过来给我做检查 听我的胎心 医生说 告诉我孩子的胎心还挺强 还活着 当时我躺在那个走廊里 全身发抖 哪点东西都没有力气 都不想动 如果发生危险 医生给出的最后办法是 不打麻药 直接在肚子上开一个口子 把孩子取出来 我也想到了 会不会在动手术的过程中 就这样完了死了 要是能有办法 用我的生命 换孩子的生命 我也愿意 在离水瓶的羊水 就快耗尽时 当晚 她突然感到腹痛 我确定要生了 我就求主耶稣 让我顺利地生产 保守我们母子的平安 因为我担心你本人 只有你平安 但是我心里上就好 孩子 那就是 在我妻子进产房前 我说老婆你最棒的 就求主加给你力量 不要怕 当我妻子进产房那一刻 我就跪在门外 向神祷告 求神 赐给她力量 求主你来 赐下的平安 使她顺利地生产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对于在产房外 等候的丈夫来说 每一分钟 都显得特别漫长 当我在祷告当中 听见了我的妻子 撕心裂肺地喊声 我非常的沉重 而又帮不上她 正向神祷告 因为你是掌管生死的神 掌管万物一切的神 主啊一切都交托给你 李水平进入产房后半个小时 传来了好消息 孩子顺利出生了 而且母女平安 我眼泪再哭 脸 还要 我说 感谢神 如果没有神的 这样的爱 哪有今天 感谢神 我渾身是口难以表达 真的难以表达 神的爱在我们的身上 昭显了这么多 这样的怜悯我们 有好多的弟兄姊妹来到县城 到这里又拿吃的 又拿 感谢主 有神就够了 我什么都不缺 如今女儿的出身 给这个原本艰难的家庭 带来了许多的欢乐 就觉得神 真的伟大 之前的种种困难 现在都一切都没有了 我说真感谢上帝 赐给我这个健康的女儿 是我非常的高兴 我终于做爸爸了 真是感谢上帝 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上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